港圈中不少恩爱夫妻让人羡慕他们的爱情 不过要说到恩爱的典范 应该就是刘青云和郭矮明了 近日有记者拍到他们夫妻俩的行踪 发现两人在人来人往的闹事依旧很恩爱 两人手牵手的画面看着很甜 刘青云一直都忙着拍戏 而老婆郭矮明则负责在家照顾长辈和处理家里的琐事 他们夫妻俩结婚这么多年一直很恩爱 两人虽然没有生小朋友 但是却没阻碍两人的恩爱 他们夫妻俩还非常孝顺 记者以前多次拍到他们带着父母出去看病 并且很多细节都显示两人照顾很到位 而最近甚少被拍到的他们终于被拍到了 当天两人现身人来人往的街头 两人戴着同款帽子 然后手牵手站在街头 不怕别人认出来 从这里的照片就发现刘青云很爱郭矮明了 郭矮明拿着手机看东西 而刘青云则伸出手摸着老婆的手臂 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两人很恩爱 看来私底下刘青云很喜欢待在老婆身边啊 两人都有拿包包出来 其中记者发现刘青云抱着的包盒里面 疑似放着医疗报告的物件 所以相信两人是去了诊所 不知道是不是帮父母来取报告呢 他们两人站在那里应该是等车 不过等了十几分钟都还没有等到 郭矮明中途就有点烦 不过刘青云则在一旁安抚太太的心 郭矮明更四处张望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记者在拍摄 最终两人等到司机过来接送 而刘青云手里拿着的应该就是医院的报告单